来了客观 今天小情为各位客观带来一部经典恐怖片《鬼娃鬼魂》 如果大家喜欢看 小情将持续更新这个系列的解说 范匪雷是个无恶不做的家伙 一次抢劫未遂之后被警察追击 但接应他的同伙一看情况不妙 就自己开车溜了 无奈的雷最后被警察堵到一个玩具店里 眼看自己身负重伤又走投无路的雷 就用之前也为师父教的灵魂转移术 将自己的灵魂转移到一个玩具娃娃身上 可能是因为召唤灵魂转移时的磁场效应 一个巨大的闪电伴随着雷声 就急速了这个玩具店 等到警察再找到雷的时候 以为他已经挂掉了 但是没想到 他利用娃娃逃过了一劫 单身母亲凯伦带着儿子安迪独自生活 安迪很喜欢看红毛娃娃的动画片 很想在生日有一个红毛娃娃 但凯伦只是一个商场销售员 没有那么多余钱 凯伦的好闺蜜说 有人在偷偷的卖这种娃娃 虽然凯伦也知道这东西来路不正 可儿子太喜欢了 他还是买了这个娃娃 当安迪拿到娃娃欣喜若狂 凯伦晚上有一个约会 就让闺蜜在家帮自己看安迪 到了睡觉的时候 安迪却说 自己的娃娃想要看九点的新闻 闺蜜没有理会 让安迪准时上床睡觉 然而怪事发生了 娃娃自己坐在沙发上 看起新闻来 闺蜜以为是安迪在捣鬼 就把娃娃放了回去 夜深了 闺蜜独自在沙发上看树 事后突然响起 哒哒哒的声音 一个身影闪过 闺蜜还以为是安迪 去查看时却发现 门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椅子堵上了 地上还洒满了面粉 她正感到奇怪时 电话声突然响起 是凯伦打来 询问安迪的情况 挂掉电话的闺蜜 正被打扫一下 突然被不知道什么东西 一锤子砸在了额头上 闺蜜就从窗户 跌落出去 睡死了 等凯伦回来 看到的已经是 闺蜜的吃体 她心里猛个一慌 赶紧向楼上跑去 直到看到安迪 确认她没事 才安心下来 凯伦很崩溃 她不知道 怎么自己才出于一个会 家里就出现了命案 自己的闺蜜 竟无故死亡 更让她不解的是 警方从现场发现的小脚印上 怀疑安迪有杀人的嫌疑 凯伦当然不肯相信 自己的孩子会杀人 正在此时 安迪抱着娃娃跑了过来 说娃娃想知道案件的进展 警察也不愿相信 这么小的孩子会和命案有关 但还是看了看安迪的鞋底 安迪的鞋底并没有面粉 凯伦就催促着安迪 让她回屋睡觉 自己处理这件事 安迪回到屋里准备睡觉 却发现娃娃的鞋底竟然沾着面粉 于是赶紧告诉了警察和妈妈 不过没人相信一个孩子的鬼话 凯伦送走了两名警察后回到屋里 本想看看去安慰一下安迪 却在文外听到了安迪和娃娃聊天的声音 安迪把娃娃聊天的一些话告诉了凯伦 还说娃娃就是雷 但凯伦肯定是不相信的 他告诉安迪不要沾染此事 还说只是一个玩具娃娃 怎么可能说话呢 第二天凯伦送安迪去上幼儿园 安迪看到妈妈一走 就偷偷溜出来 抱着雷坐上城铁到城郊 不用想 这肯定是雷指示的吧 就在安迪吁吁的时候 雷自己跑到一栋废楼中 一开始抛弃雷的同伙就在这里 雷打开煤气灶 同伙以为有人溜进家里 惊恐的开枪 结果整栋房子都炸没了 安迪两次出现在凶案现场 引起警方的怀疑 警察将凯伦和安迪 带回了警察局 分开审问 安迪告诉他们 这是娃娃做的 所有的这些都是娃娃和他说的 而娃娃就是雷 但大人们怎么可能相信 于是 安迪试图让雷说话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雷此时却一动不动 安迪被关到了医院 进行心理治疗 凯伦只能带红毛娃娃回到住所 回到家的凯伦想起来 自己是买回这个娃娃后 家里才发生了这么多怪事 于是 凯伦就仔细查看了娃娃 让人惊讶的是 一直陪安迪聊天说话的娃娃 竟然都没有装电池 但娃娃突然转了头 张口说话了 吓得他将娃娃扔在了沙发下面 紧接着 将娃娃从沙发下拿出来后 他又试着吼娃娃说话 可是雷很沉的筑气 一动也不动 让凯伦都以为自己也发疯了 为了让娃娃说话 凯伦点着壁炉的火 要把娃娃烧死 娃娃凶向壁炉 咒骂凯伦 还咬了他一口 而后逃了出去 恍然大悟的凯伦 忙找警察报警 还以自己身上的咬伤为证 可是警察还是不信 他只好去找那个卖娃娃的小贩 小贩不正经回答 反而想占凯伦的便宜 幸亏警察及时赶到 一个西串让他老实 当小贩说出娃娃的来历时 就轮到警察不答应了 因为那就是雷死的地方 警察也相信了娃娃体内寄居了雷的恶灵 将凯伦送回家后 警察回去拿了资料 就准备回去研究一下 但是雷却偷偷找上了 这位当初追捕他的警察 并在车里与警察展开了滋杀 但是这次雷失败了 警察一枪打在了玩偶的胸膛上 而雷也发现 变成人偶自己也会受伤 后来警察和凯伦来到雷的住处 发现他是跟一个巫师学的黑魔法 要破除这个恶灵 就要找到那个巫师 为了找到重生的方法 雷也找到了之前 叫他法术的那个师傅 师傅告诉雷 附身时间久了 或者利用附身做了太多事情 两者就会慢慢融为一体 不但会受伤 严重的时候还会死亡 雷询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但师傅不但不告诉他 还企图报警 于是雷拿到师傅的小人偶 不断折磨他 师傅只能告诉他有一个办法 就是尽快将灵魂再次转移到 第一个知道你真实身份的人身上 这个人自然就是安迪 而知道答案的雷 也顺手杀死了师傅 准备继续找安迪转移灵魂了 凯伦和警员赶到时 乌生还剩下最后一口气 他告诉凯伦 只有打穿娃娃的心脏 才能杀死这个恶灵 这时雷已经到了精神病院 聪明的安迪看到了他 知道自己大获临头 要说这个孩子也太厉害了 只有六岁 可是论胆量和应变能力 完全不输任何一个成年人 他骗过雷 然后跑出去报警 可那个医生根本不相信 还要给安迪打一针镇定剂 这时雷出现了 又电击器把医生电死 安迪趁机自己跑回来家里 雷也跟踪而至 安迪和雷一阵中旋 最后安迪还是被雷打晕 就在雷要施展灵魂转移时 凯伦和警察赶到了 雷凶狠地给了警察一刀 又补了一棍把他干晕 凯伦打了雷一枪 可再想开第二枪时 却卡壳了 两个大人的表现如此差劫 还不如安迪一个孩子 好在凯伦集中生智 把娃娃扔到了壁炉里 安迪一根火柴把雷点着了 随着一声声惨叫 雷变成焦炭 倒在了地上 就在人们以为 这个恶魔已经死了的时候 他又拿着刀子站了起来 凯伦又拿起枪 三枪打掉了娃娃的头 胳膊和腿 却唯独没有打到出的心脏 这时 他们以为娃娃终于死了 凯伦就去屋里 帮警察包扎伤口 另一名警察赶到勘察现场 他们告诫他 不要乱跑乱动 但他不但没听 还作死的把娃娃的头带回了卧室 就在这个时候 雷的残躯掐住了他的脖子 此时的凯伦已经愤怒至极 抓住雷的尸体 一下子就扔了出去 最后警察终于想到巫师所说的话 一枪打穿了娃娃的心脏 才灭了这个恶灵 本集是这一系列影片的开始 故事情节比较紧凑 轻松好看 开了一个好头 这个系列最可怕的创造 就是把玩具娃娃和妖魔这两样东西合而为一 杀人犯死后不甘的鬼魂 记者念咒语召唤死神 助其附身于杨娃娃身上 杨娃娃脸貌天真无邪 微笑已对 一句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不知自认多少孤独彷徨的孩童心灵 然而就在最玉长最不起眼之处 却折服着最非常最冷次的复仇魂魄 在人们毫无仿佩之际 变脸变身手持尖刀 这部片子是不是各位客观的童年阴影系列呢 鬼娃回魂系列的几部片子里 大家有喜欢第几部呢 欢迎和小青在评论区讨论 同时想看这个系列或者恐怖精神篇解说的客观 也千万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打开小铃铛 这样大家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好了小青分身要打烊了 听说摄手点赞加分享的客观们都发财了 嘿嘿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坚持不许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啦 爱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